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继续是不冷静的无宫镜 上次为大家盘点的当即爆款的大牌芭蕾平底鞋 感觉反响还不错 那么这期就继续买来现在同样搜索量居高不下的 集合了童趣和法师浪漫于一身的 Mary Jane玛丽珍鞋为大家测评 看看到底这些大牌在同一鞋型上 能做出什么花样来 值不值得多手 那么照旧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我们先来说一双 可能网上讨论度并不是特别高 但我个人常年钟爱的品牌吧 这双肩头细带玛丽珍 来自于意大利米兰的老牌鞋旅士家 Giranto Rossi 如果你对Giranto的名字感到陌生 那他的爸爸Sergio Rossi 大概会更熟悉一些 除了父子兼传承的高超制鞋工艺之外 两个品牌的主要区别是 Giranto Rossi兼顾男鞋女鞋两条产品线 设计鞋款更为简约实穿 而爸爸Sergio Rossi则专注于女鞋制造 喜欢在设计中添加华丽水晶 有很多超高跟鞋款 这双小小精致的漆皮玛丽珍 不同于很多其他市面上同款鞋型的方圆头 采取了更轻盈的小肩头设计 多了许多女人味 同时也秀气的像刚从洋娃娃的脚上摘下来一样 细细的鞋带同样具备调节长短的功能 搭配各种袜子穿也丝毫不用担心勒脚背 不同于很多大牌鞋子硬硬的鞋底和死沉死沉的脚感 这双鞋做到了自重轻 同时软软的贴和脚面 刷新了我对大牌鞋子舒适度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 Girante Rossi家的鞋子尺码略有偏大 我这双三七半即便是穿了袜子 脚尖处仍有空隙 话说回来 这双鞋美中不足的地方 在于缺少了些大牌手工鞋里的高级质感 我总觉得它新版设计的苹果扣块 有点小时候红桥批发市场的感觉 不过这种设计上的偏好就简直简直了 仅供你们参考 下一双同样是一双肩头玛丽针 来自我的挚爱Manolo Blenig 作为和刚刚那双相似设计的对照组 Manolo这双在质感和细节上可以说是完胜 不论是鞋子的包边绑带 还是鞋扣的处理上都更加细致大方 同样是漆皮材质 Manolo这双的用料感觉会更加厚实耐造一些 要我说如果一定赋予两双鞋人设的话 Manolo是大家闺秀 Girante Rossi则是小家碧玉 不过在上脚之后我发现 Manolo家的鞋子整体会偏小半码 如果你还想那大袜子穿 甚至需要考虑选大一码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这双鞋的脚背绑带没有松紧调节 如果你是脚背高性人的话 可能会有点卡 需要在尺码上略做调整哦 说完了我的爱牌 咱们来上一个真正的爆捆玛丽针 Roderville这双被深敏而带火的钻扣玛丽针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吧 从漆皮到天鹅绒再到粗花泥 Roderville可以说是把这双鞋的圈牵能力 利用度发挥到了极致 我下单的时候一再告诉自己 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被爆换洗脑 结果收到之后 真的就是舍不得脱下来的程度好吗 不过我现在仅剩的理智 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网站 Mawson上 蹲到中根款的好折扣了 在上脚感受方面 这双鞋的自重 相比其他玛丽针都会稍重一些 为了维持气皮的质感和鞋型 整个鞋子的鞋底和鞋面都有些硬 鞋带松紧虽然不可调节 宽鞋带有富裕空间 穿袜子并没有压脚背感 尺码上会稍稍偏大 但穿上袜子的话就刚刚好了 舒适度上 方圆头给了脚趾更多的活动空间 适合实际穿着中 需要走很多路的姐妹们 同时 RV经典的钻扣设计 意外和玛丽针这个鞋型 莫名的十分大调 我个人盖章认证哈 玛丽针和小白袜就是绝配 你们觉得呢 说到原汁原味的玛丽针鞋 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些年 越来越走入大众视野的 纯学法国老牌 Gahel Paris了 拿到鞋的第一感觉就是 不愧是专注做玛丽针鞋起家的 做工就是没得说 400美金左右的价格也误超所值 和其他大牌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玛丽针热度相比 性价比拉满 真的要感叹自己 怎么没有早点注意到 他家的鞋子呢 说到鞋子后 感觉繁茅材质 搭配水晶小扣筷的设计 十分的优雅精致 腔吊满格 尤其是这款曾经被许多明星 尤其是Alexa Chong带火的 辨识度极高的 三道绑带低根款Kina 更是跳脱一众马一针 自2010年问世以来 就成为品牌畅销款直至今日 所以这双 真的是超级推荐大家 买来试试看 官网和Modson上 还有许多其他的根膏和材质颜色 可供选择 肯定是衣柜里 怎么都不会被断舍离掉的 经典鞋子 谁还记得曾几何时 风靡互联网的这款水桶包 简直是勾起了我的古早回忆 Mansur Gabriel不仅仅有这款包包 在这个一项 走简洁实用路线的品牌 我同样买到了 和Gahel差不多设计的 三道绑带平底Mirgin 这次选来测评的是 这双深蓝色亚光皮材质 上脚细腻显小白 舒适度也是不错的 非常标志的方头设计 虽然没有Gahel的源头显得秀气 但会更文艺书卷气和文感一些 但我个人感觉 三道绑带的鞋子 还是有点根更好看呢 不然会显得像 舞蹈般翘课女学生 或者从寺庙里逃出来的小尼姑 嗯 你们觉得呢 那都输了这么多双 没有Celine应该说不过去了吧 我是真的要好好夸夸Celine 这双Mirgin 拿到手简直是轻到无感 要知道市面上绝大部分好穿的平底鞋 多多少少都会吸引掉一些美观度 但是 像Celine这双技能暴走 时尚感又拉满的T字鞋带马力针 买到就是赚到 而且我收到穿了几天之后发现 这双鞋超好打理 不会轻易打褶 也不容易显旧 如果非要鸡蛋你挑骨头的话 那就是鞋子几乎没有根 没有办法很好的修饰腿型的缺点 不过我亲测光脚穿走一天 真的不带累的 圆圆的鞋头给脚掌预留的空间大 脚背上的鞋带可以调节松紧 对于高脚背也很友好 说实话 IDI带领下的Celine 在鞋旅的产品线上 都是走的实用主义 同时兼顾上脚绝美的设计 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值得关注的哦 伊兹鞋带作为玛丽针鞋的雏形 其实在很多品牌中 也萌发出了许多稍有改版的款式 Stor Wisman这双珍珠平底鞋 就是其中很好看的一款 Stor Wisman的鞋子 在实穿度和中高端品牌性价比方面来讲 非常推荐给孕妈妈或者喜欢软底鞋的女生 首先压光小牛皮的鞋面材质 和珍珠季带装饰的搭配高级感拉满 胶壁鞋底可以做到近乎90度的压折弯曲 特别软同时富有弹性 鞋面是有松紧的绑带 搭配袜子穿完全不会压脚背 我个人感觉Stor Wisman这双鞋的鞋头略有点长 皮面过于软糯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脚掌有些宽 可能会觉得脚掌和脚趾的形状 透过鞋面撑得显现出来会有些许尴尬 但依旧舒适度上我是会给它很高分的 下一双我们再来讲一个某树上 常年热度居高不下 松弛感氛围感经典道具 来自The Road这双爆款玛丽针 实话实说啊 看过以往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对The Road这个低调又高级的品牌是真爱 但我对这双鞋也是真的嫌弃 首先我拿到鞋盒的第一感受 就是扑面而来的廉价感 我十分能够理解品牌less is more的概念 不过分关注包装带来的消费体验 但是对于The Road高端的品牌定位 与其他一众高奢品牌 称如Rodervivio Gucci的鞋盒 这真的是过于廉价和不走心了 打开鞋盒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味道 包装值也是在认真烂摆 鞋子上脚更是被平平无奇的设计 惊掉了下巴 这不就是民国时期女学生的 雾鞋再把吗 金粉世家里冷清秋的鞋子 脑子里一个大问号 为什么要买它 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格 和他家诚意的对比 我真的觉得此时此刻穿着这双鞋的我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人大头 吐槽到The Road 怎么能不稍带打一下他的脸 来一个优秀的评替呢 最后一双 我真的要好好夸一下 来自Sam Edelman的这双 几乎完美复刻The Road的玛丽珍 不是说鼓励抄袭的意思 但至少好看很好穿 你总得站一头吧 同样是亚光的牛皮Sam这一双的手感 会更加的细腻和舒适 性价比啊朋友们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挂来的 在设计上相比于The Road Sam的这双鞋头会略微短一些 如果吹毛求疵 我觉得鞋口的弧度 可以做得再丝滑一点 除此之外 我在日常行走的肉眼距离上 是真的看不出 它和贵架的The Road之间 有多么明显的差别 六倍的差价 朋友们 过日子还是有必要精打细算的 我是说有的时候 好了 这就是这期我为大家测评的 当下热门的玛丽珍平底鞋啦 如果你们有种草 或者拔草的鞋子 再或者想看其他时尚单品 欢迎你们在评论弹幕里告诉我哦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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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